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就是条件结构之switch语句 在之前呢,我们已经学习了条件结构 你的选择是什么,if els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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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的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会发现呢,if呢,是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做什么 否则又做其他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条件结构 它的第二种语句,switch语句 switch的话呢,是有点像开关 开关,我把开关打到一档会怎么样 打到二档又会怎么样 打到三档又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就是switch语句 先看一下switch语句的语法 switch后面跟着一个括号表达式 括号表达式之后呢 这个表达式我们上节课才介绍过哦 表达式是有结果的 好,这个表达式之后呢 会跟着一对花括号 这个呢,switch加表达式加花括号 就是完整的switch语句的这个语法结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花括号里面写的是什么 花括号里面呢 有很多的kiss和default kiss是当满足一个什么条件 记住这个是常量表达式 就做什么 分号 满足其他的条件 又做什么 default是除此之外 做什么 那现在的话呢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switch语句 我们来写一个完整的实力程序 嗯,我们要做的是加法 还是减法 还是乘法 还是除法呢 好,现在新建一个 testswitch点加往 testswitch点加往 注意我们的文件名 好,为了满足加往 我必须写上满足加往的语法 必须写上一个类 testswitch,好 花括号 这个是类的体 接下来 还是把这个man方法写上 同学们 现在我们每节课都在写这个man方法 哈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switch switch的话呢 那我先写一个简单的实力 比方说intx等于2 switch 我的表达是很简单 就是x 好,case1 冒号 system.alt.println 输出一个字符串 x等于1 break break是宗旨的意思 case2 好,我们就会输出 x等于2 break 否则 好 x is other value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完整的结构 这个是声明一个变量 并且把2 付给这个变量x 接下来switch就是开关了 开关里面的表达式很简单 就是一个变量 x x是有值的 好,case就是如果x这个表达式的值 等于1的话怎么做 等于2的话怎么做 如果既不是1也不是2 就走default 如果是1 则输出x等于break 就是终止 终止switch 语句 终止switch 好,现在 我们来 java c编译 test switch 点java 我写错了 我把这个类名给 写错了哈 i去掉 应该是switch 好,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文件名没写对的话 我们是不会编译的哈 接下来 java test switch 好 会输出x等于2 这个就是switch的语法 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可以应该是个表达式吧 怎么我写的这么简单呢 因为x一个变量 它也是表达式 它也有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的更复杂一点 比方说 加负值3 看一下行不行哈 加负值3 那x值是多少呢 应该是5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5既不是1也不是2值 可能是其他的值 编译 运行 诶 我们的确发现了哈 x是其他的值 好的 这个就是 switch语句的语法 switch括号 一个表达式 然后case 就是这个表达式的值 如果是case后面的值 怎么做 当然必须要加v break 如果不加break 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加瓦代码中 同学们可能看到上几次课中 我都写了两个斜杠 这两个斜杠这个符号叫做注释 意思是我把这句话给注释掉 注释掉的话呢 就相当于这句语句不起作用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switch是2 case1 这样子吧 把x的值变为1 也就是说这个x的值其实是满足1的条件 也就是会输出x等于1 如果没有break 就相当于没有中值switch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哇哦 他输出了x等于1 也输出了等于2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计算机程序呢 就是简单的语言 我们只要把这个语言的逻辑分析清楚了 就OK 那看一下x等于1 switchx case1吗 等价于1 那我输出x等于1 那本来应该break终止switch 我说过break是终止switch的 但是break被我注释掉了 没有终止会有什么结果呢 继续往下走 好 虽然x并不等于2 但是由于没有break的存在 我继续输出x等于2 直到我碰到了这个break 这个break呢 就终止了整个switch语句的一个执行 好 同理 如果我把这个break也注释掉了 你会发现 它会继续往下执行 把x is other value 也输出出来了 所以对于switch语句来说 虽然它有case子句 但是break也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没有break的存在 你会发现这个条件控制没有意义了 明明等于1只需要输出x等于1的 结果我把其他的值也输出出来了 这个就是非常有问题的 好 switch语句的几个结构 switch表达是case值冒号 好 执行若干语句 然后break 好 case其他的值又怎么怎么样 既不满足上面的就会出现default字句 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特别注意一下语法 switch后面的这个值啊 switch后面这个表达式的值哈 不管它的表达式有多复杂 但是这个表达式的值只能是 它的结果哈 只能是数字 像这个x我是数字 或者是字符 或者是每一句类型 只有这三个选择 switch之后的表达式的值 只能是数字或字符 或每举类型 好 每举类型的话呢 是我们后面介绍的 那它只能是数字或者是字符 如果说它是布 而值会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改一下 boleon x等于 true switch x case true 好 case fal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能通过吗 哦 它报错了 因为switch之后的表达式只能是数字或字符或每举 而布尔类型是不会包含在其中的 嗯 好的 大家现在对switch语句有了一个了解吗 好 刚才我说的 刚才我说的我们还有一个失利程序 我们到底是要做加法 减法 乘法 还是除法呢 好 我们就在这里完成 假设 假设 这里呢 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x等于10 一个y等于2 两个整形变量 x和y 那接下来呢 character opera 是一个运算符 而且运算符是一个字符 是加还是减 还是乘 还是除呢 好 假设 是乘 接下来switch opera case 加 我们怎么做呢 sys tm 点out 点println 双引号是字符串 x 加 y 等于 这个加号呢 就不是算数加 而是一个连接运算符 这里要补充一下 如果加号左右两侧都是数字 那么它就是算数运算符 但是呢 现在如果它左右两侧出现了字符串 它就变成了连接运算符 所谓的连接就把两个 度成了一个字符串哈 加上 加上 加y 好 很明显 这个地方是算数运算 因为加号左右两侧都是数字 所以是 加y等于12 那这个的话呢 等于12是 跟它连接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会出来的就是 输出 输出什么呢 x加y 等于12 这就是连接哈 左边这个是前面的字符串 连接上了右边运算的结果 好 因为是注尸 所以我可以写在这个位置 输出什么呢 好 对 减 好 这个是减 再来 k4 如果是 成呢 这好像是 好的 说出来的就是 成 这个地方是减 y 等于应该是8 这个是成 应该是 20 先说一下这些是注尸 它可以不存在 接下来 k4 如果是除 则 除以 y 输出来的应该是 5 好 10除以2 应该是5 d port system.out.println other value othervalues 好的 我们现在来 编译一下 出现了一个错误哈 case加 是什么错误呢 好像我的switch是写错了哈 switch千万千万不要写错 再来 好 无法访问的语句default 哦糟糕 我又写错了 这个地方呢 要跟同学们专门提起注意哈 其实调错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们可以根据他报错的信息 去找到错误 因为我们平时真的要用 编写很强的程序的话呢 是不可能一次就很少能够一次到位 那这个时候调错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不过呢 同学们也不用担心 错的多了 自然就有经验了 好 编译已经通过 呃 特斯特 switch 诶 果然是 诶 怎么还是x加y 哦 搞了半天 我这些地方没有改哈 就字符串并没有改 好像改了以后会更好 重新编译 而且运行啊 出现的就是x乘以y等于20 这个就是switch语句的用法 请大家特别注意switch后面的表达式的值 只可能是数字或者是字符或者是枚举类型 switch呢 是跟case字句 还有break 以及default字句 配合在一起使用的 这个就是switch 大家记住了吗 好的 这节课到此结束 下节课再见哦